你 老大球球都晚了 这么多地方全球最强的一盟店 总不需要着火了 这下可真出大事了 我住大人儿子里 谁能救出大人 我一个老天爷 把你也照顾 这可是赔一次场 要不凭这一次 是 还真有人不怕死的 我看这钱 它是有命证没命花呀 让你死在活海里都算便宜你了 你是谁 你是什么人 这个 我的女儿 想想闭嘴 你不配叫我的名字 你生而不养 不配为人父 我 林斯人家原是世传 你竟然和苏家那个贱女背着我们 生下了这个孽障 现在苏青龙承受不了自杀 苏家还把这条人命 钻在我们林家头上 岂能容你 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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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苏怎么了 秦苏他怎么了 这个孩子生下来 就是我们两家的痴 我们林家是不可能认的 从妻子临风 花呗西家 没有家族号令 永远不得回来 把孩子带下去 是 建家 建家 家家 祈福了 对不起 爸爸没有不要 够了 没有不要我 可是我在孤儿院 任人气凌的时候 你在哪 我 你在哪 说不出话来 自立正非 我拉出去要钱 我一直在找你 我一直在找你家家 找我 别装了 你我之间的父女情 是你亲手用这一百块钱 买断的 是你亲手 用这一百块钱死碎的 龙主 龙主 工商农建事五大支柱产业 已经整合完毕 现如今 以农建已经成为真正的华夏之神 您终于可以容归林家 我早已是林家的气死 我秦风 用母亲之性怪于我名 今日归来 只做两件事 一 找回我的女儿 二 全力弥补当年对苏家的亏欠 是 我 家 家 爸 爸 一个乞讨的小乞丐 如果家家害他 龙主 我会代表还等着你 给他点钱 不准为难他 是 要不是龙主大爷心肠好 我早就把一种碰瓷的狗东西推打断 还不快滚 当年那个小乞丐就是你 爸爸 爸爸真的不知道 爸爸真的不知道 家家 爸爸愿意用医血把你换回来 家家 家家你原谅爸爸 够了 什么后悔 什么数字 都是你蒙蔽世人的手段 你就带着你的荣华富贵 虚伪奸诈 活活生死在这夜火地狱里吧 姐姐 我快出去 你快出去 快出去 我为什么要出去 我还要亲眼看着你被活活收死 你不知道吧 这火 是我放的 我要看你不得熬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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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骑士的小乞丹啊 你这样送下你去 喂 生下了去 哦 哦 哦 我带你去 我 姐姐 龙主 你怎么了 这是我正房五道财医的人 我重生了 小乞丐的 你说什么 刚才那个小乞丐的 被手下赶到胡同了 小乏你 你就要这么一点钱 要你有什么用 妈妈不要借钱妈妈不要借钱 我告诉你 你要再要不来钱的话 老年卖了你的破效量 这个没有爹没有娘的严主 成见了没有 说话呀 傻了 老娘卖了你的眼角座 一账 哈哈哈哈 啊 来 把这个小杂董的眼角座 我取了 早告诉过这个大的没用 给我 住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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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终于找到你了 什么人赶到我隐龙店的老公主 隐龙店 你们 蛮什么什么人 范围 把他们两个人抓起来 让他们 永远烂死在监狱里 带走 我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了 龙主 专家说家家公主的自闭症需要安稳快乐的环境 我已经找好招生老师去见你了 好 知道了 不管他是什么人 不管他是什么人 只要能跟我协议结婚 阻挡家族的推婚 我就有信心 在一年时间之内 把苏氏集团打造成韩式第一 到时候我才会选择自己的姓 苏总 您要不再考虑一下 人已经到了 不用说了 四六 没说这人才有个孩子 你好 这个人看起来怎么这么舒服 清楚 我是苏清雪 你 认识我 她是亲我的妹妹 太香了 你 请问 你怎么冲 你怎么认识我姐姐 不好意思 我叫清风 之前跟你姐姐 有过情面之缘 所以认错了 年龄呢 三十 姐姐 苏 苏清雪 小朋友 那是阿姨的名字 我不叫小朋友 我叫 林佳佳 姐姐 你 刚才说什么 再说一遍 你叫什么 对不起 我 不好意思 是我太激动了 对不起 好玩 是妈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女儿她 从小没有妈妈 对不起 无妨 这个协议 你看一下吧 没问题就签了 只要有你在 不好意思 只要有苏小姐在 我 我 都可以 够理事 那你以后 就是我苏家的姑爷 姑爷 苏小姐 结婚写呀 你不是青藤学院 在招生老师吗 老师 我当当苏世子 青藤学院 也只不过是我 宿家旗下人的产业吧 妈妈 好 睡觉 睡吧 睡吧 如果她真的是 亲我的妹妹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得想我女儿的病 好起来 只要能治好我女儿的病 我欠什么都愿意 佳佳这孩子 我也很喜欢 这一年时间内 我也会经历夫妻 万不经历的责任 不做一碗 家家乖乖排队啊 爸爸去给你摆上去 老师 辛苦了 小朋友们排好队 包括明日小朋友 来老师这里可以领个玩具 小朋友们排好队 报告明日小朋友来老师这里可以领个玩具 小朋友 小朋友 你这个玩偶给阿姨看看好吗 嗯 我叫我爸爸你开除了 嗯 嗯 嗯 哪来的小孩子 别敢跟我儿子求那么小 嗯 爸爸 老公 那么凶 老师 老师 你这个玩偶 你这个玩偶 给阿姨看看好吗 嗯 小畜生 给你也不要你 我事的人呢 没看见我儿子 没狗咬了吗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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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没照顾王大爷 我先让我道歉 老子每年给你们青藤学院 投资这么多钱 就是让我儿子在这里受欺负的吗 啊 不 我一定给你满意的答错 小叔叔赶紧给王国王说道歉 滚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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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他们 坏人 这小弟爸 爸爸在 你们这帮东西为什么欺负我女儿 你狗叫什么 你以为青藤学院是你曾考那菜市场吗 你在狗叫什么呀 你以为这里是你村口的菜市场 你就是这小堂的家长是吗 赶紧给王总道歉 我女儿被欺负你不闻不问 反而在维护她呢 你们青藤学院就是这样交出欲人呢 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 我从小呀就教育我儿子 要学会狼性的模子 不是你这种穷贵能够理解的 就是 我老公啊 可是这所学校的董事会成语 像你这种穷光蛋 也配教育我们 你算什么东西 如果你们两个勤贵还想待在其他所学院 你 跪下给王总喝十个想头 再让这小杂种给王上端水洗脚 或许王祖王太会放过 想让我擒风下吧 怕是你们海市 还没人能受得起 装什么装呀 像你这种穷人 费尽心思 才能上贵族学校啊 我举手间 就可以剥 现在 我 我 爸爸 他们 坏 坏 人 家家别怕 爸爸在 老公 老公 你刚刚听到这个小杂种说什么 爸爸 这么 坏人 咱们儿子呀 以后那可是要成龙成凤的 像这种又穷又丑的小杂种 怎么配合我们儿子 自己一个学校 你臭小杂 你还打我 你是干什么吃的啊 臭小杂 你敢在健康学院导致 老三人打断你的腿 让脑乱粉打背心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家的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家的 妈妈来了 嗯 妈妈 对不起啊 小家 妈妈给我一个会议 生了这么残废玩意 肯定是下流事情干多了 我爸给我小心点 老公 是个贱人 你帮黑龙帮的人来 这个贱 我卖了红豆腥蜀 叫黑龙帮的人来 你怎么不问问我是谁 我管你是谁 我老公可是五家上市公司 都惹我房间 我就断你生物 永远断你的转事 断我苏清雪生物 你有那个本事吗 那就看看 苏清雪 你就是 苏氏集团的苏总 苏 苏总 都是无悔 求您高三个美兽 我送七个 你高三个美兽 我送七个 你高三个美兽 我送七个美兽 我送七个美兽 你让我这一次 这样是欺人 又欺人怕弱 你们几个 简直是我们孩子的吃路 我给你们三点时间 我滚出海事 不然 我让你们几个 三百六十号 都有什么 苏总 我上个老下了去 我这就带着扎人滚出海事 清荣 我来看你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找到贾家了 可以放心了 我见到你妹妹了 这么多年我居然不知道 你好个妹妹 你放心 从今往后 贾家 还有你的苏家 都有我亲自守护 我不会让他们再受到任何伤害 你怎么在这 你姐姐当年 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是在我姐姐出事 被召回海城的 而且 我的脑袋 受到不刺激 我去的是 清雪 你怎么了 怎么样 好多了 老毛病 医生说我不能受刺激 苏总 隐龙店同意了咱们的申请 咱们苏氏集团 终于能参加龙门会了 好 这么多年的努力 终于得到回报了 如果这次咱们能获得隐名店的认同 我苏氏集团将作文海事头发脚椅 将林家圆圆甩开 你去把所有的资源都给我集结起来 你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原来是他带着苏家参加龙门会 对不起啊 我着急有事要去办 我先走了 谢谢 安排一下 这次龙门会 抱歉子参加 诸位 我林家经营多年 终于得到了隐龙店的认可 我手上的这块邀请函 就是我们林家能够号令整个海市的凭证 老爷 我们林家能取得如此成就 浩尔 他功不可没呀 说得有脸 借着今天的龙门会 我要向海市各界宣布 林浩 将成为我林家唯一的船人 诸位 有了隐龙店的扶持 我林家 成为海市第一 不过只是开始 今日 谁愿意加入我林家回下 他日 毕竟保他荣华富贵 既飞天 我白家愿追随左右 愿为林家 马手是真 我林家演员牵马之灯 为林家 马手是真 我愿意追随林家 马手是真 这 这不是我林家的妻子林峰吗 你来这干 这不是我林家的妻子林峰吗 你来这干什么 他这种砸嘴 怎么还有脸回到海市啊 当年就是他 跟苏倩荣私通神家来孩子 才闹得林苏两家反目成虫 海市生间 一绝不得 那 现在看林家发达了 又死皮赖脸的 想继承人的位置 林峰 你已经被家族砍出家门 现在 如果只是一个丧家之群 你有什么资料 叫我争夺家臣 争夺家臣 秦峰 还不信 秦峰 你一个逆子 居然连祖宗的现实都不可以赶 我早已被你林家赶出家门 我怪以生母之行 又何不可 混账 既然你不是人家之人 就给我滚出家门 这么多年不信 脾下还是这么大 让我滚 今日我若不在 怕这龙门户 无人敢态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龙门户 也是你这种废物 可以碰瓷的吗 改锅换出去 爸爸我害怕 小小别怕 这个小畜生 就是当年那个七鹰嘛 如此败坏门户的小畜生 你也敢带到这种重要的场合 都知道 今天是我们林家 林家执掌海市商会的日子 你带着这个孽痕 是想让我们林家 抬不起头啊 此人故意损坏我林家的声誉 其心当中 穷身恶水出刁民 你果然是秦宿法 那个贱女人留下来的不爱主席 我母亲虽然出身贫寒 但为林家操劳多年 岂是你这个靠当小三尚未的戒指 你 你这个畜生 竟然敢打我 告诉你 只要祖谱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就是林家祖谱 老爷 林家 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会下午给祖母磕头认错 我亲疯 只约生无一人 让我认贼做 不可能 混账东西 林家弃子林风 污辱祖母 以家法 祖名 来人 祖谱给我拿上来 从今日起 林家弃子 及其生物 逐出林家族 永世地祖 不得如此 好 真好 你们这帮只认全财的势力小人 我告诉你们 要不是我林风仔 你们林家所有的财产 不过是一片泡影罢了 简直可笑 你以为我们林家 能从一介无名发展到海市属一属二的世界 靠的是你这个连饭都吃不起的废物吗 秦宗 当初就是人为你狂妄才闹出了这么大的笑话 把你发配西域流放这么多年 到现在还不知道悔改吗 老爷 赶紧把这个废物给清理出去 若是让隐龙特使看到这种场景 那我们林家的脸面可是就会毁了呀 区区一个龙门会 就能让你们如此屈之弱 你信不信 只要我一声令下 就让这龙门会当场消散 你让龙门会消散 你一个流放边域的废物 知不知道这隐龙店是何等的擒天剧 单单一次龙门会就能招来千亿投资 你够让一个乞丐一跃成为海市的顶级视角 靠儿 不用跟这种穷狗多说 像这种连一日三餐都发愁的废物 他怎么能想象到如此的操贴盛宴呢 母亲说的对 跟这种废物多说一句 偷吃老鼻 来人 把这对乞丐妇女的手脚可断 生出海市 苏氏集团总裁咯 妈妈来了 不是苏小姐到此所谓何事 我此次前来自然是代表苏家参加龙门会 所以你应该叫我苏总 苏总 你们苏家虽然也是海市中的顶级豪门 不过是龙门会 可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参加 邀请团站 你以为只有你们林家 有资格参加龙门会吗 林苏两家作为海市的两个顶级豪门 一直针锋丧队 这次谁输谁赢还真说不准呀 苏清二当年可是因为林家儿子 好看苏清雪这次 是铁了心为他姐姐报仇 这尹龙店也是厉害 早就摸清了海市的格局 今天过后 林苏两家必有一家要出局了 苏 放眼整个海市 也就你我两家能入得了尹龙店的华影 我们之间何必阔谷相逼呢 有话直说 我希望苏家这次退出 下一任的龙门会 我会顶礼这之所 不可能 你们五年前就开始侵占我苏家产 我姐姐也因此而死 今天我就要代表我们苏家 让你们林家为当年的事情付出代价 看来坚定 我们两家必须要去生死 跟我林家的人都给我站过来 你这个废物怎么还站在 你干给我毁啊 住手 你凭什么动了苏青雪 他是你的人 当然 秦峰是我苏青雪合法的账 谁针对他 就是在得罪我们苏氏体团 合法账 林峰啊林峰 你怎么比我还变得 当年弄死苏青柔不合 现在居然还把苏青雪骗上的床 你是林峰 是当年害死我姐姐的人 清雪 当年 不出来 今天 把这个苏青柔都给你冲天 把苏青柔给冲出来 是 苏青柔 是当林家仇人 你还不赶紧给我滚出来 林峰 林大小姐 出来吧 苏青柔都给了她 送给家家卸妇 跟我来 清柔 你干什么 这些都是我的错 让我去跟奶奶解释 是她 是上的之瓜为人了 林峰 我叫林峰 做的是苏林两家世仇 你们这是生死的地方 清柔 你干什么 清柔 清柔 怎么就不长一点记性 难道我求你了 我求你成全我们吗 让我见见孩子 苏青柔 我已经答应了东盛王家的婚约 三天之后 你给我嫁去东西 重新往后 再也别想见那对重新妇女 不 奶奶 我跟林峰是直心相爱 你就找找我们吧 你就找找我们吧 男人 在 你带给我官道 三天之后 重新妇 你带我说你 带我说你 家属 不不好了 大帅他停车了 清柔 当年都是我的错 但是 真的是你吗 我 清柔 妈咪 当年苏青柔自杀 苏家把这个苏青雪 紧急从国外调回来 现在 苏家刚所有所起步 没想到 又出了这么一档的事 真没想到 苏家这两个总裁姐妹花 居然站在同一个男人身上 哈哈 苏家的两位总裁 都抵不过我们林家的一位妻子 苏林两家谁强谁弱 这还有悬念吗 哈哈 苏青雪不过就是一见女流 连自己床上的那点事都搞不明白 各位老板 难道 你们还想指望这样的人 当我们海市的掌舵人吗 一个小小的林家弃子 就能把苏家搞得天翻地覆 林少果然手段强硬 破裂十足 我东城刘家 愿意投入林家门下 刘总 您分岁苏氏集团多年 苏总可对您不保啊 城王败寇 我刘家 不可能跟着你们苏家 一起下地狱 我南城全家 愿意投入林家门下 钱总 求您等苏总醒过来再做决定啊 苏家已经完了 你们 苏总 您快醒醒啊 林少 让他休息一会儿 你以为这帮剑锋士多的墙头草 我告诉你们 找我钦锋进行载 于月龙门 毕竟是苏清雪 林少 您不必领会这种废物 宴会一结束 我毕竟找人 把他八批抽筋 扔出海市 你这个废物 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 竟然还敢大套阅词 你想动我 不管是你们林家 还是你在场 你动我擒风一根指头 是 你 说起来 我倒是应该感谢你 要不是你把苏清雪给气晕了 我们林家 想要整合海市 岂会招 你呀 不愧是我们林家有逃口 知道自己有功了 还硬起起来了 这样 如果你跪下来 给我磕三个响头的话 我就可以让你重回林家 给我当狗 听见没有 这是你重返林家的唯一机会 还不快跪下 谢恩 好 跟你祖母的意思呢 这是我的意思 别跪下 你们都是坏人 不许欺负我爸爸 你这个有人生没人叫的小畜生 给我滚开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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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住手 骗他们敢打我 凭什么 就凭我秦峰的一句话 就可以断你生死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我一句话 就可以让你们这些世家豪门 如虎贴翼 我也能把你们采入地狱 让你们有事不得犯人 你挺撑的嘛 我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不把海市豪门 封在眼里的人 我提议你将秦峰这个废物 挖入海市所有行纪的海民站里 再看看你这个死鸭子 还嘴硬我 我东成刘家副业 我南成全家副业 我能副业 从此以后 海市三百六十行 再无你的生还之路 你唯一的生存之路 就是去鬼市当鸭子 日语做起 哦不 除了苏家这两个不长眼的女人 别的女人也根本看不上 是吗 你说的对 林少 徐清雪 徐清雪 为什么 不用你问我 就当我苏清雪眼瞎 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很可靠的对象 我没想到 你是林家派来的间谍 徐清雪 我早已跟林家没有关系了 你要相信我 多说无意 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今天能不能毁 我苏清雪 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拿来 各位 我和秦峰协议结婚 是为了摆脱家族的束缚 秦秦峰 是林家人 那这份协议 自然无效 爸爸 妈妈 不要 家家人 姐姐放心 爸爸一定不会让妈妈离开我们的 各位老总 我苏清雪 再次承诺 如果大家重新效忠我苏家 我苏清雪 愿意拿出苏氏集团40%的股权 感谢大家 这也太冒险了 各位都是商界大了 这苏清雪 连白纸黑字的纪约都能撕毁 他现在空口无凭 他说的话就跟 我觉得林少说的对 我们不可能地想见苏家 苏清雪 我看你和林峰倒是挺般配的 如果你跟了林峰 今天我倒是可以大发慈悲 让他重回林家 苏家经理 我倒觉得后尔真挺不错 到时候我们成了两亲家 那叫整个海市 我就全国在我们手上 就是就是 当年林峰宠孝的责任 让他一辈子坐牛坐马来承货 你给我闭嘴 秦峰怎么赎罪 还轮不到你这个小三多岁 畜生 我们是看你们可怜喜喜的 想给你们一条活路 你这个走投无路的废物 还都没有上脸了 我秦峰当年亏欠苏家 我自然会给个交代 但这件事情 与你们无关 与清雪无关 我当年的过错 不是你的林家 吞逼苏家的资本 更不是嘲弄清雪的借口 清雪 我这次回 就少弥补我当年的过错 相信 我一定能让苏家崛起 帮苏家崛起 就凭你 对 就凭我 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过错 根本就不知道 我秦峰这些年 做出了何的武器 别说你们几个叛徒 就是你们还是 所有人加在一起 其实都抵不过 我秦峰一句话 好房的口气 到底看看谁 龙门会闹事 韩少 您怎么来了 怎么 我韩家参加龙门会 还需要跟你报备 当然不是 整个南省都是有你们韩家仇文 我们这座小庙 能得像你们这座大伙呢 那倒是 这是什么样的大人物 还要用 韩公子亲自迎接 这龙门会忽然开采示 连省会的韩少都来了 莫非是我们准备了 这件事呢 倒不用你们这些小女小家 来操心 另外 我来到此处 还有一件私手 韩少有任何吩咐 我林家愿意暗前马号为您服务 亲自 这些年没见你了 我真是对你二死也想 就连做梦 都是你的妖怪 无耻 我是不可能嫁给你 这种花花共鸡 我梦 亲自 这次我是认真的 诸位 我也向苏家提倾 并以 价值十亿的帝王律如意 还有百亿现金为聘 赢取苏大小姐与我共享 滔天赋亏 韩家不愧是南省第一号门 一出手就是白亿资产啊 这苏清雪要是这个韩家的门 这苏家马上就会去留守 在这海市 就是这么一家 明白 韩少风流梯的 这苏小姐和我天仙 这两位啊 简直是狼才女帽 我们海市全体世家 祝韩上报得美人归 祝韩上报得美人归 清雪 你都听见了吗 来 怎么走 不说 我是绝对不可能嫁给你 这么花花公子 清雪 我韩家如今贵为龙门归特日 我要是小伯儿你 谁都阻拉不了我 放开你的走手 你又是哪来的废物 这好事 这个废物是我们林家的妻子 因为被我们赶出家门 一直怀恨在心 今天还想破坏龙梦会 还请篮上出城 邀请这个废物 这么说 他是你林家的人 韩少 这个出手你已经被我们踢出族谱了 跟我们林家没有什么关系 北宫屈膝填 不支持 林家人什么时候变成这份态 我秦峰 真羞于与你的同性 还在旁望 你林家连一条鞋狗都换不住 又何德何同 得到英龙殿的亲了 韩少 我马上断了这个废物 烧去 这么多还是 来人 妈妈我怕 这点不怕 他叫你妈妈 是他妈到底是谁的野种 韩少 兴鹿 是这个小猪子 他和秦峰连神 一起欺骗了苏秦逊 他们之间没有这些关系 来 过来 你们林家出身卑微 要想得到英龙殿的青睐 必须做到 常人所不能和别人所 敢做的事 还是还少奔夫 我的意思是说 真才 去有无数感 我这样说 我像你连直到大国 林大 这五个破坏罗盟会的野口 跟我堕塞了中间海里 都少 你给我滚开 人家前途 我要杀了你 儿子 儿子 好戏 还真是一出好戏 这之前的贵族都喜欢看逗狗私 我现在看你们这些所谓的穷狗人一起 还真是让我心潮澎湃 人面兽行音和独老 韩三甲怎么交出来你这么有 干嘛 知道我爸的灭灰 难不成你还要打我呀 打你死了 就算韩三甲亲自站 看他敢说一个不 你们还是牛逼 这牛逼 自从我韩家执掌男生以来 从来没有人 敢这么动我 你意思 敢定你韩国的官下自断双手 血罪 对老爷 您见谅见谅 我在你妈的里 你敢这样对老子信不信我就见龙群 打凭你们还是 韩三甲你讯怒我 此时都是秦锋引起的 和我们没有关系 韩三甲 一帮胎生把死之位 我倒要看看 你是如何调动引龙军的 疯了 这 这第一岁就疯了 韩三 这个疯狗 他知道自己活不下去了 他要拉着我们所有人一块减肺 韩三 你千万不要受到影响了 韩家只不过是引龙变哑的一条 在这里 能调动引龙军的 就只有龙处一眼 今日若是敢有一个引龙军 敢出现的韩式 那就是叛逆往返之族 对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到底是谁 你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 我就是指掌工伤龙剑士 五大支柱产业 西荡雪江 南面窝口 剑风所指 四海沉浮的龙处 你是龙处 就凭你 你真是想跟 瘦掉大牙 你就说这个人是个疯子 满口胡言不知所谓 别说你们在场的众人 就算他韩三强 以未曾亲眼见过龙处 你没有想知 我不是龙处 你当然不是 那一大人 是何等权势滔天的人物 就凭你这条野口 你能够抛他 权势已经蒙蔽了你的狗眼 就算真龙占了你 你也真不出来 你当敢伪造龙处大人身份 等我爹来 你让你灰飞烟灭 我擒风从不退 你叫我来的人 我来不回去 十分钟之内 让海誓引龙使赶到龙门会 是 可行 喂 有没有二十了 二十二十二十了 喝酒喝酒 我玩破 两瓶 韩三家 我谢你五分钟之内到达龙盟会现场 不然的话 我让你寒假在南省出面 我马上在这南省三大蜘蛛出发 我实话告诉你们 我爸正在跟京廷集团 华茂伯继和龙腾重工 三位南省蜘蛛产业 洽谈生意 这还有一个小时 这龙门会就要开宴了 你小子难不成 你左右开宴时间 小小的一个龙门会 我想让他们什么时候 又什么时候看 你们韩家能有今天的成就 只不过享受了我丢下去的小小 放屁 我韩家 是南省第一大家族 一个龙家妻子 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偷出发言 娇蛇狂躁 如果韩三甲也是如此 我看你们南省第一的位置 也该话 秦峰你不要在这儿壮模作样 你刚才不是打电话说十分钟把人叫来吗 真的 还有一分钟 如果韩家不想被灭了 他韩三甲一定会的 你再抱着就一批事了 引龙使道 别闹了 试着到了 爸 您不是跟三位老板正在洽谈生意吗 怎么提前来了 怎么 老子做事还需要你同意 不敢 倒是你 我让你给引龙剑的贵人选行工的事办了都没有 我这不是想 这还是这帮人都在 我想给那位贵人找一个好的地址 却不想 邻家妻子 扰乱厌贵 这才耽误了时间 你只需要专注自己的目标 对于那些藏壁挡车的小人物 怕连我们韩家在前进路上扬起的灰尘 都打不动 紧追父亲教会 可是 这小子敢抢我们韩家的女神 还望父亲 你能给他一个终身难报的教训 你先站一边 等我宣读完引龙令 这种小人物 自会有人收拾 请 引龙令 这张卷轴的价值 在场的诸位也都明白 月龙满车 可获引龙殿的支持 也可获我 南省三大产业的 顶力注资 足其成就 顶及豪门 听见了吗 你们苏家根本就没有逾越龙门的机会 不过你只要跟了我 就算没有这个机会 我也能让你苏家积全身业 我苏清雪 从来都不依附别人 更何况 我的能力也超于林家 龙主如此英明 绝对会热情现实 知道你们苏家为什么不可能出现在引龙令 那是因为你们苏家的申请书我根本就没有逾交什么 微必 我要让你知道这是男人的智慧 我更要把你安在地上狠狠的摩擦 你越是反抗我越是要征服 直到你完全沉沦在我的框架 以全鸭人独断专行 你们韩家好大的恢复 以我韩家 独居南省守护 更是引龙殿特使的身份 你一个妻子拿什么 在这个南省 我韩家就如同出海蛟龙 以全龙斯 欺瞒引龙殿 金鱼就是你们韩家覆灭的日子 怎么 你还想取报吗 他一个废物 连进引龙殿大门的资格都没有 你不会以为 他今天还能活着走出这里吧 不给我闭嘴 令令 请听听 清风 我不准你对引龙六无礼 如果你还想活命 就把他给我递下 清雪 我说过 今天愉悦龙们的毕地识 这是我秦峰给你的诚 南省海市 龙主故土 青年才俊 龙腾虎月 各位世家 拼搏追击 取迹不俗 深得龙主欢喜 不 龙主大人 降下龙主令 在各世家之中 则秦峰之后 拼忍而取 竟为海市掌舵人 由引龙殿 大力扶持 将龙主 将龙主首肯海市 将龙主首肯海市 林家 渔月龙门 扬四方朝贺 恭喜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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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龙主的要求 你们林家将获得 南省三大产业的鼎立不值 成为海市唯一一家 定级豪门 我身后这三位分别是 金鼎集团 华茂国际 龙腾重工的三位老板 这也是我韩家 掌控南省的三大支柱 我金鼎集团 愿让出五万平商业用地 恭祝林家 渔月龙门 我华茂国际 愿出资五百亿资金 祝林家登顶 海市豪门 我龙腾重工 寄靠全力支持 林家项目所需材料 尚不封银 这就是宇宇龙门 看来我之前选择林家 果然没错 攻击我后 你们苏氏 会成为二流市家 再也不可能与我林家为敌 苏清旋 你都看见了吗 我韩家 举手投足之间 便可以成就一个顶级号 也可以将你苏家 练成灰气 现在 只要你当着众人的命 晚上我的胳膊 我必须你一时负贵 苏清旋输得起 你哪怕要重头再来 站住 苏清旋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要是再敢说一个不辞 我就把你们苏家赶出来 我八蛋 你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 现在是什么情事 现在是你这个死狗能阻挡的吗 韩家私自就该引人命 半个小时之内毕竟 还敢在这状况 半个小时 我韩家盘据南省多年 毕竟 他妈命都痛 韩三甲 隐瞒苏家申请 乃是欺骗龙主 偷天火的事 更改以龙力内容 乃是辱墨龙主 妄自尊道 貌势无畏 乃是无敬龙主 我韩家 犯下欺误 灭属 龙主 三大罪行 就这么着急送死吗 放屁 我是紧追隐龙领的指示 这小贼竟敢 你竟敢辱墨我韩家 我鸿命 那你敢不敢把野龙领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到底是谁在违抗龙主的命令 见他们 爸 这些东西千万不能给他 给董收拾 不要送饭 你放个什么东西 你也配看龙主的亲笔 连家妻子秦风 我辱莫龙主威严论 最当多个来人 将这个扰乱碎场的东西给我登场 救命 放 放 放 狗鸡跳枪 你们韩家就这死了 死到临头还在倒屁 给我杀了他 白孙格道 韩家好大的威风 韩家好大的威风 小龙君 南省韩家拜见白尊城 拜见白尊城 韩三家 你好大的脑袋 敢在龙龙会上动手上 你把引龙剑的威严放掉 把龙主大人的命令放在何处 属下不敢呀 是这个连家 你看这是个连家气子 他有万贵成的 还出口辱莫龙主 属下本是想教训他的 没想到 被他给打了 明明见呀 是啊 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做成 秦风这个被我高充 我让你说话 秦先生 实在抱歉 龙门关道合这样 我作为执行者 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事与你无关 是韩家仗着引龙殿给予的一点点 恒行报道 仗着气人报道 谢秦先生理解 韩家吕莫引龙殿当严丑 韩家特别因应 没有因应 没有因应 是我韩三家刚才老眼昏花 看错了叶龙里 苏小姐 苏小姐 还请您谅解呀 苏小姐请收下 此次让苏家 这小子到底跟白尊者是什么关系 竟然怪过他的意见 我听说 这个白尊者也来自西郊 难道是林峰在留凤事 跟这白尊者有过什么接触 那是孟子那个肺部的 没想到 竟然让他抱上了白尊女这个大头 秦先生 您觉得我刚才的提议够吗 不够 听见 林先生说不够 我韩家愿意拿出 三尺的股权 和十个白衣酵母 给苏家 只求 秦先生 苏小姐原谅呀 苏总 这可是千亿级别的资产 咱们苏家如果能够拿到 不仅能成为海市的第一豪门 在整个南省 也足以为了秦三 以龙殿如何惩治韩家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况且 我苏兴许要闯出一番自己的事 不需要他秦锋施舍 还不够 还不够 我他妈受用了 这笔钱 足以让他苏家 在南省 名列前三 你这个背 我根本都不知道 这是多么大一笔财费 你以为你张战 这个什么狗屁性白的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为所欲为 你们违抗营律的时候 要当成格少子 是不是为所欲为 天道龙虎 会因果报应 还在这儿供人献献 韩少庆 你给我闭嘴 秦先生 白尊哲 我韩家愿意拿出 一半的股权 与苏家 梦是难手 还不够 秦锋 你让他不要他 韩三家 你给我听清楚 三日之后 所有家产充公 我初来生日 要 韩家 什么 什么 这个陈一锋到底是什么人 他居然改一句话 就算男生第一世家的生死 秦方 你以为有他照着心 你就可以随便左右 我韩家的生死 你再断我韩家为人了 放 四 韩家是要犯了 我韩家 掌控着南省三大蜘蛛产业 如果没有韩家 南省的收入 至少少七成 这个责任 白尊是 承担不及 以南省经济危险 也变了 韩三家 是真正本事了 我只是在提醒你在开家的时候 注意好分寸 如果你想逼死我韩家 我韩三家大不了领下五十天性 跪在阎龙殿上 是红尽大人 咬你一顿 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区区一个南省 龙殿 在 白封 是关心到一个 行省的村王 就算是你 承担不及 南省的根基 只不过是 引龙殿旗下的三个产业吧 你们韩家 只是趴在上面 吸血的马皇而已 想以此要挟引龙殿 你们韩家 还不够死 南省三大 出列 先哥 韩家已经无药可惧 我要你们暂停和韩家的一切合计 从今天开始全力辅佐苏家 成上 你们敢 真心 你们收了我韩家不少好处 你们又是敢背叛 他们要在这一起 跟韩家的一切勾计 龙主大人早就知道 龙主大人让我带话给你 悬崖 悬崖勒马游客 你杀无赦 我没想到 从现在看 韩家从南省除名 目前现在三十年 换出南省 我报复 接龙主大人 我现在就接龙主大人 我现在就接龙主大人 我现在都 无言真气 宣布 此次龙盟会到此结束 快 从现在开始 苏家便是南省除 这 清晨 这个结果 你还满意吗 妈妈你看 我就说爸爸是真心的 你不要生气了 好不好 关于你姐姐的事 这里 一定另有引擎 我一定会查清楚 给你个结果 我很感谢 你帮我拿回苏家 应该的老东西 但我姐姐一年而死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爸爸 你怎么这么笨 你为什么不去追 姐姐 咱们应该给妈妈一点时间 但是爸爸答应你 一定会让妈妈 回心转意的 好不好 林主 苏清偶的事情查出来了 说 当林宁离开林家之后 苏清偶小姐突然缺失 可是苏家没有对外举行 任何葬了 还把从未听说过的 原生妹妹苏清雪 有鬼外照顾苏清偶 说重点 好 这么多年的努力 终于得到回报了 您的猜测没有错 苏清偶和苏清雪 是同一人 而且她现在吃的药 是有抑制记忆恢复的作用 情报 放开我 苏总 您别再喝了 再喝头又该疼了 没有 我的脑袋好像空了一片 自己情风出现 这一片空白 好像马上就要被填补 这心 是我姐姐 苏总 苏总 您醒醒啊苏总 都喝醉了 还叫你废物 烦烧清 苏总 苏总 小姐 你个活蛋 你快放了我们 苏总 苏总 你快放了 韩少青 你想干什么 你赶紧把我们放了 你个贱人把我们寒加三代基业 毁于一旦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重新开 但在此之前 不会先让你感受到爽的自然 然后我会把你卖到窑子里去 让你变成一个万人级的借货 我 放醉 你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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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青 尹隆爹 你把你拼乎男生了 该平分座 你就不害怕 尹隆爹都亲你了 你真是为我怕了什么 我告诉你 除了男生 国外他们也有老子的资产 等我玩玩你了之后 老子就当就过外去刑事了 我引龙了 什么呢 龙主大人 派到金刚派人公价 孝小姐 请你不知所多 要动全部卫星 马上给我找出清晴的位置 是 龙主大人命运 起务全部卫星 要拿全军天空 早到龙主大人 孝小姐被带到了 重新一处飞机康 上去 上去 看下去 我扔你 我扔你 苏青柔 你死同朝人临死 还得赶紧给我滚出来临发 我 我是苏青雪 我是苏青柔 当年自杀的事件 我都想起来了 江湖 不好了 大小姐他 清晨了 快送医院 苏家主 苏小姐他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他生前服用了大量的安定药物 已经造成脑部损伤了 很有可能会不记得以前发生了什么事 你是说他失忆了 是 不过我们灰烬最大的努力帮他恢复记忆 不 不用 家主 你说什么 你马上把他给我送到国外去量力量 另外 通知全组人员 只要是敢提苏青柔和林峰关系的人 全都不敢出苏家 从前往后 这个世界上 再也有苏青柔 是他的妹妹 苏青柔 林峰 我 我是青柔 我要 青柔 我就知道你这个废物最坏 你这么说 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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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人 我会他们吧 都被困 八蛋 你死定了 我爹 我爹他已经整了引刀灰 他如果杀了你们全家 他又杀了你女儿 早 早就被我收入灰险 秦峰才是他们的主人 是什么 龙主大人 谭家人如此执迷不义 我看就没有人像不要 他人你说什么 猪一样的伙似 你到现在 我明白 秦峰 就是执掌眼龙殿的龙主 龙主在此 还会跪下不乏 带去 一律征法 这个废物 咱们是龙主 不可能 秦峰 秦峰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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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都想起来了 之前的事情 我全都想起来了 你怎么 我全都想起来了 之前的事情 我好害怕 我害怕 我害怕失去你 和家娘 你这想起来了 你什么都想起来了 是吗 你为什么不找我 为什么不找我 我我 其实 你 你什么都想起来了 你什么都想起来了 我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饭好喽 来 多吃点 吃啊 爸爸妈妈 我感觉你们今天好奇怪啊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我生气了我不吃了 家小关来 爸爸喂你 小家 你们两个以后给我好好的 要不然家家会生气的 好好好都听你的 对吧 过两天是奶奶的寿意 你就要去一趟 把当年的事情说看 毕竟奶奶也是个家人 这个事能不能缓几天再说 你看我一个新归夜上门 是不是得准备一份大礼啊 不许拒绝 你忘了 咱们两个还亲过协议 你得听我指挥 嗯 龙主 人已经带来了 参见龙主 把头抬起来 你可以知道我的事 没想到 龙主大人您这么年轻 果然是中华正茂 少年英豪 那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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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马屁不是你擅长 我只有一件事 向你去做 品尊龙主套礼 你到底拿的是什么呀 神神秘秘的你还不告诉我 我这个盒子装的 我这个盒子装的当然是能让奶奶满意的东西 要不然奶奶怎么能会原谅我呢 把你这个绝世珍宝还给我呢 别了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现在知道害羞了 你当时让我签结婚协议的时候 你怎么不知道害羞啊 你一会儿空的这样 太幸福了 幸福吗 哎呦清雪 好久不见 快里面请 刘月 你怎么来了 苏思汗呢 今天不是奶奶过七十大寿吗 我和思汗 可是专门从京都赶来给奶奶喝寿呢 后面的司机 把东西拿去前台东西 然后去院子里等着吧 跟我说话 对话 我们苏家是南省第一世家 今天来参加奶奶寿宴的 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你什么身份 还想进主厅啊 真是罪犯你们这种死皮赖脸的人 拿着赏钱给你滚 你最好说话客气 他 是我带来的 既然是你的亲信 那我们就 玻璃让他进去吧 哎呦清雪 你是不知道 现在外面可穿得沸沸扬扬扬 说你云月楼门 叫我们苏家 一举带成了南省第一大世家呢 而且今天还有一件大喜事 就是京都的江家 要在奶奶的寿宴上 跟咱们家定下婚约呢 江家要和苏家联姻 那结婚对象呢 当然是你啊 什么 你和苏思汗 是不是又把我当成谋取利益的工具 别说的那么难听嘛 什么工具不工具的 自从江家并入了影龙店 现在整个华国的商业联盟 都由他们全权操控 要是你嫁入了江家 那我们苏家成为五大国主 也非常不可呀 我苏清雪不是你们获取利益的工具 忘记了 我已经结婚了 结婚 你什么时候结婚了 我就是清雪的合法商 苏清雪 你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苏思汗 你还是一副人模狗样 准哥 我的好妹妹 你这么说我 可真是太伤我的心了 我们兄妹两个 这么长时间没见 不应该来个大大的拥抱吗 放开你的装子 你又是从哪蹦出来的土狗啊 苏清雪 居然会看上你这种肺 我跟秦峰已经结婚了 你去告诉江也 让他折你条件 别装了 不就是 找个废物拿出来顶枪吗 我知道 像你这种人啊 只要给钱 别说充当别人的丈夫 就算是让你当孙子 你也会摇着尾巴跪舔 哈哈哈哈 唉 拿着这五百万 滚出苏家 我们这种上苍家族的事情 不是你这种臭乞丐 能够牵扯进来的 你喜欢拿着钱给别人当孙子 不代表别人跟你一样 别脸不要手 我今天可是代表着上金江少 来给苏清雪结婚的 怪了他的大事 我让你在华国再无声乐 上金江少 江家刚刚接任了华国的商业 就如此作为作福 我看 是时候该敲打敲打 哈哈哈哈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别敢评价江家这种青天巨物 信不信 就算他苏清雪的面子 我也不给 把你干出寿院 苏四汉 你这么迫切的想让我嫁给江一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人小心死 哎呀我的好妹妹 我这也是为了苏家和你的幸福呀 你可不要伤了我的一片真心 一片真心 你在帝都待了这么多年对苏家置之不理 我去参加龙盟会 遭到海市各大社家围剿 我也没借你出援所帮助 还不是靠秦风保护 妹妹 我在京都 这天高地远的 我想回来也可不上 别装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有点心思 你想让我嫁给江家 为的不就是名正言慎的继承苏氏集团 好让我这么多年的努力 给你做点 苏清雪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 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的 像什么样嫁给江绅 当一个货太太 啊 况且 你今年也快三十 再过两年 等到人老猪黄的时候 再想爬上江绍的床 可就没什么机会 说话小心一点 我管你是不是过水面 反正我已经答应江绍了 今天就算是绑 也要把你绑到江绍的床上去 啊 别说居住一个江绍 就算是他敌江绍 也不可在我面前放肆 你 你臭司机居然敢打我 保安娜 给我弄死他 胡闹 知道今天 是什么日子了 奶奶 清雪在这里 祝您福罗东海 寿比南山 奶奶 苏清雪 为了躲避京都江绍的荒芸 亲眼跟这个废物 自己搞到了一起 奶奶 我想自己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我不想嫁给江绍 什么你还要 为了苏家的未来 江绍 叶宝的选择 奶奶 我苏清雪 既然能带苏家进入南省第一 那我就不需要依靠他江家 也能够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你个女人你懂什么呀 奶奶 江家 那是整个华国第一世界 无论是财富 地位权力 都可令苏家更像雄楼啊 你说江家是华国第一世界 那引龙殿和龙楚 开除何位啊 说得好 龙楚不涉外事多年 可涉不我爹上国助成号 我江家不是第一 谁敢成第一 欢迎江绍啊 江绍能来我苏家 真是让我苏家捧米相辉啊 江绍来了 快快 谁老师 一起不做 清雪 我愿意用华国最贵的品 宁明镜 看到没有 江绍带来了千亿黄金啊 还有一尊 唐朝流传下来的如意金服 还有三大产业园区的合作协议 价值三千亿啊 试问整个华国 还有谁有此书饼啊 三千个亿 江家带来的这份聘礼 都快赶上南省一年的收入了 这苏家 不仅是渔月龙门 更是一飞冲天的 清雪 你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带来呀 我宣布 昔日之后 苏清雪 有门将将 那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无需在意 开机 慢着 这件事情 我 你是何人 苏家的事轮不到一个外人的场 我是苏清雪的合法 苏清雪已经结婚了 苏家敢杀我 江少 您千万不要误会 他就是苏清雪 专门为了逃婚请来的演员 他一个飞舞司机 怎么能给江少尼比呢 原来是个小月三啊 我给你十秒钟 换出这个地 否则 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得罪我江家的下场 我真没想到 江别赫竟然交出你这么一个红作非为的东西 看来他的伤气代表 要做到的 还敢拾护我父亲的名讳 看你他妈在找死了 龙主让你们江家职场升级 是为了更好的造福华 没想到 竟然成了你们欺压世界的遗争 在这个世界上 强者为止 这样一个连几万块彩礼都拿不出来的穷狗 有什么资格跟我在这放屁 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拿出比你更贵重的 你就贵重也会 哈哈哈哈 废有东西 你要是能拿出三千亿的聘力 老子趴下来给你当乌龟旗 我不相信华国还有比我更豪富的存在 你要是拿不出来 我代表军法司当场仗器 秦冯 江家不是我不能抗风的 秦冯 你这辈子都是我的女人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拆散我 这 就是我的屁 哼 就这么大点盒子能装多少东西啊 就算全部是钻石 也远远不够吧 秦冯 你能为我做这么多 我苏秦冯会记一辈子 但是江家不是我们能靠横的 江少 求你放过他吧 秦冯这么说你同意嫁给我 好 只要你同意嫁给我 我就放那个废位的生意 秦冯 秦冯 相信我的礼物 绝对会让苏姐 还在嘴硬 这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屋门你又闯了 这不东西 既然你想找死 那就拿出你的东西 让我们看看 这个远超三千亿的东西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老师也想看看 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 超过江家的屁 好 那你们就睁大双眼看好了 龙主印 龙主印 这什么东西 这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龙主印 是引龙殿 殿主的亲用印章 拥有此物者 不仅能面见龙主 能代表龙主 发布一次命名 以龙主的身份发布命名 这 这可是无价之宝呀 龙主掌握华国 五大产业和引龙军 这么说来 那可比三千亿 聘礼 珍贵的多呀 那是自然 别说三千亿的聘礼 就是受封上国柱的江别克 也未曾获得死 诸位 千万别被这个废物给骗了 这东西 一看就是一个 葱真烂刀的假货呀 奶奶 这什么破玩意儿 人家想拿出来捕人 就这狗屁硬章 两元店都买一大堆呢 龙租多年不设万事 连我父亲江别克 都不曾获得过的东西 一个开车的废物怎么可能 你浩大的担子 竟然敢哄你骗我的 马上给我跪出去 真是有眼不识探视 我秦锋带领弟兄 荡平西江保家卫国的牺牲 在你们这帮有力为先的人眼中 竟然这么低情不可 果然是只流氓边疆的野狗啊 我就说 他不可能跟影龙殿有关系 这个人很熟悉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秦锋 凌峰 荡平西江 莫非 他就是临驾五年前的那个弃子 你 你就是当年那个人 奶奶 是我 当年这个思想 谁是你奶奶 你个混账东西 居然还有脸来我们宿家 打死你 奶奶 你 你想起来了 奶奶 我都想起来了 当年我也有错在嫌 秦锋已经被林家 刘峰受过烦了 你就当那件事情 过去了吗 闭嘴 宿家的事 也容不得你 坐住 你再敢多说一句 我给你赶出苏家 奶奶 我跟秦锋是真心笑矮的 你就当我这么多年为苏家 恭喜出的这一天 你就 你就放过我们吧 奶奶 等会 苏静雪 你个不忠不孝的东西 奶奶的寿宴上 你居然把秦锋这个废物领回来 你是想气死奶奶 让我继承家业吗 看你 他给我赶出苏家 你们苏家真是牛逼啊 找一个过水面 让我接跑 成长你心怒 都是这个 这个秦锋 他 他故意来隐瞒身份来捣乱的呀 我我作为一个苏家晚辈 我谁真不知道有这档子事啊 他秦锋 是你们苏家的姑爷 苏清雪是你们苏家的总裁 你们跟我说不知道 你们把我僵业 那他傻子玩吗 教授 教授 你喜怒 你喜怒 喜怒 给我第一世家戴绿帽子 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 告诉我 我他妈该怎么经的 三千亿 一周之内你们苏家拿三千亿出来给我磕头 运送 否则吧 我让你们苏家这首业 变成桑眼 三千亿 就算是把我苏家卖了 也没有这么多呀 江手 都是秦锋 破坏咱们两家 涟漪的大戒 去征兽民间啊 我连你吗 苏清雪现在这样一个破心 也有资格上我江爷的床 再给入妻子 我今日就灭了你们家家 完了 都他老管了 什么东西都敢对我戳手了 干什么 给我灭了他 我看谁敢动手 东省总督 华国五代火柱声音 监总督刀 林老 您怎么来了 你们江家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龙主音面前放肆 能动 这龙一定是真的 混账 我堂堂东国座 岂能不赶你们这 龙神 老眼昏花 没能认中龙主音 还请严总都受罪 抗起来吧 你苏家的事情 我也不变参与 我今天来 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 那就是龙主要立丁凯事 什么 华国最神的龙主大人 居然要出现了 凡是能得到那位大人亲爱的 就能曾价九霄之圣了 林大人 敢问龙主大人何时在 我江甲愿举全苏之力 供应龙主 此次龙主立临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命令要宣布 那就是 由苏小姐 选定行宫地址 迎接龙主的到来 有我接的 我还弄着干什么 快感谢龙主大人 感谢龙主大人 感谢龙主大人 我苏家定鞠躬尽瘁 为龙主大人服务 也感谢严总都 对我们苏家的信任 这件事情 你最要感谢的人是 凌鞠 感谢他 严老 他只不过是林家的气死 无疾无名啊 他之所以能够得到鸿骨的信赖 那是我们苏家 苦心经营多年的结果 去严老 无妨 我只是为了弥补清雪吧 别人的想法 我根本不在 你一个开车送货的 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东西了 那是你欠我的苏家 好 我亏欠苏家的恩情已全部还清 从今往后 我跟清雪的事情 你们再也无权干涉 你他妈算是个什么东西啊 你一说还清就还清了 大胆 老鼠硬跟起来口出狂言 你这是要侮辱引楼店的尊严了 小都不敢 还请杨老师去 人家 农主指令已传达 你苏家受验 可以进行了 苏苏 我是男人尖材公司的老板 这是我的名片 苏苏 我是哪种运输公司的 我们公司愿意 行公项目 提供所有的运输服务 这是我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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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峰说 我记得 可惜啊 像你这种小人 永远都不得了不起 男小子给我听好了 不论是男省 还是华国 都是我江家的天 过了今天 我就会让你知道 得罪我江家是什么样的下场 江也 我让你走 秦峰 你又要干什么你 秦峰 你还想问苏家不够乱吗 你这是废物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过就是一个跑腿的废物 你真以为 阎老还有引龙殿 我帮你不成 我秦峰行事 不需要任何人跑 狂 那我就要看看你这个废物 你把我怎么成 好 江家 以拳押人 逼迫苏家年姻 公然违背公序粮俗 特罚江家亿万滋事充公 以尽孝有 秦峰要惩罚江家 我 我没听错吧 就凭你 想惩治我江家 啊 我江家做事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妻子多岁了 就是 你一个臭开车的还敢口出狂言 惩治华国第一世家 我的话 就是龙主的命 你们江家 是要违法命令吗 就凭你 也想代表龙主 连身为东国住的阎老都不敢望出此言 我确实不当代表 听见了 但是 李先生可以 你什么意思 凭借此物 我就可以代表龙主的身份发布命 秦峰你个秃狗 你赶紧把龙主一股放下你 听见没有 赶紧把你的脏子拿来 秦峰 你现在放下 我可以对你希望不救 我为了得到你们苏家的亮起 费尽心思准备了这么大一个礼 可是换来的 是不尽的曼玛和嘲复 可现在 又是为了这个小小的龙业 你就能说出既往不咎的话 你们果然只是一帮贪权木枪之为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啊 而且 你一个小小的邻家弃子 你怎么能跟龙主印相提并论呢 秦峰 这个龙主印的能量 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只要你现在放下这个东西 你跟苏清雪的事情 我可以不再干涉 我和清雪的事情 本来就不需要你们干涉 但是为了清雪 我已经向你们苏家示好 可现在看来 是你们不配用我这龙业 江家还不听令 我听起来啊 江家可是要抗命 就算是这龙主印是真的又怎么样啊 随随便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用的吗 这龙主印本来就是给我们苏家的 他秦峰身份低微 他怎么能配用我们看 现在龙主令在秦县上是 当然可以发号实力 而且 刚才你们苏家 还把龙主令抛弃 我还没有遵你们遵 请龙主输罪 江爷 胡说最后一次 江家 江家 杰力 苏秦峰 都是你找来的好东西 浪费了我们苏家一次破坏圈的富贵 这可是 能造就一个博主身份的神物啊 就这么被这个废物给浪费了 三日之内 让江别赫带着一碗资产 亲自来以龙殿请发 让我父亲亲自领发 秦峰 你别太过分 我的话就是龙主的意思 三日之内 江别赫要是不到的话 让你们江家化为积分 尊 龙主心 到 今儿所受之乱 他前来必顶拜背负 我还没有关系 都是秦峰那个小子 他从中做狗 还请少 秦峰 走吧 站住 你会让我们苏家一破登天的机会 江源 江别和这种上国处也被你得罪的死 死的 这是故意来跟我们苏家测溃的 奶奶我倒觉得秦峰这是在帮我们 如果我们帮上江家那种吃人不土不土的世家 那我们以后苏家的荣耀 岂不是水中净月中花不会吃酒的 苏清雪 我看你是老子进水了 你如果再和秦峰这种被你睡几下 你就算卖到红灯去都卖不出什么价格 你到红灯去都卖不出这种价钱 你个废物你敢打我 你个 再敢废话弄死 犯了不犯了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家族 你们苏家 已经从海市逾越龙门成为南省第一 如果还是人心不足蛇吞响 你们苏家的未来一定会毁于你们的狂妄思考 你居然还敢阻住我们 奶奶 这小子肯定是故意让我们和江家叛脸 你快让苏清雪跟他离婚 我苏清雪的幸福由不得你们来做主 我们走 苏清雪 你要是敢挂出这个大门 你就再也不是我苏家的人 业掌业掌 够了 没有的东西 让老子丢下来牢里 滚 谁能想得到 他苏家一个三流世家 能和龙主扯上关系 苏家自然不扯一提 我想这件事 针对的是咱们 难道是龙主 你今天见过他 见个屁 你爹我在办公室门口挡了三个小时 龙主也没出现 只是让伴尊者把文件带了进去 这么说 龙主是谁连您也不知道 龙主从不以真面目视 当时整合五大产业的时候也是戴着面具 而且不顾我的母 匆匆离去 什么 龙主连五大国柱都不满 难道秦锋真的和他有什么关系 秦锋算个屁 我是觉得 这一期 是想对咱们江家动手 为什么 咱们江家又没有得罪过龙主 咱们江家 占据了华国的半死财产 就连他引龙殿都只靠着咱们也 龙主自然是不愿 咱们一家堵大 那我 大不了就去求求白尊者 让他跟龙主都说这句好话 给我站住 老子教了你这么能力 把格局打开 你谁一点也被学会 还请 我父亲教会 这龙主白首起家 五年之内就造就了一名殿 想家三代家传百年纪 为何不可以取人对治 您的意思是 这次龙主的咸公响 你无论如何都要跟我打下 他只要敢来海市 我请他有去无回 好 江家绝对不会让任何人踩在脚下 作为我江别赫格斯 就应该有这种霸气 放手去搜 是 快放下 距离八百米 牵口抬高十五度 都跟你说了 牵口抬高十五度嘛 爸爸多少时战机啊 看我给你打 我啊 看爸爸给你打吗 妈妈爸爸欺负我 走 爸爸给你抱出去 你这么大人了 天天给小孩抢上去吧 你就没点正事要干 我的正事就是你的专职司机 待在这不就是为了让你停下隧道吗 明天龙主行宫的项目就完成了 快点 你先收拾 没了 苏总 你不用忙了 龙主行宫 我是清康歇了 清康 清康 打活了陛下皇帝 苏总 只要你交出神工宫 我还能给你们苏氏集团留个体面 行宫的项目 行宫的项目是龙主妻子交入的苏家 你们难道想抗命不成 龙主大人自然不能抗 所以我才让你们自愿转让 你这是强买强买 我一个小小苏家 当真以为有资格接龙主大人吗 再多说一句 我要你们全都闭嘴 你们光天化日之下 金无形雄 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 我清康十万兄弟 就是王法 你们清康公然唯可龙普密 他白兔少讽吗 你算什么东西 敢直呼白尊叫大名 清康 这件事情并没有关系 你先等着带人出去 如果连自己的老婆跟女儿都保护不了 我还算什么呢 清风现在不是你承认这个时候 这秦邦可不是商人 他们是人命 我草芥怎么惹不起的 谁让你走了 马上把这合同给我签了 不然我门口三百号兄弟 在你们集团门口 谁进来 打断写的行为 我欠 苏总 这可是能够行风啊 留的亲身在 不怕没啥重 好 苏大美女能去那山 她是别不想废位男人强做的 欺负 你干什么 只要有我在 就没人能欺负你 又把你一个嫌出来 刚才一个屁都不敢放 现在事情缠妥了 你又来装什么笔 不要有我散 就没人能从清雪手里 把秦宫向母枪 你 一个破代价司机 还把母枪上的事 不是代价 我是专职司机 臭 就说你抽点下 去 把这口龙潭给我清理干净 别他们当我在这里 射出人 我 你 智宫 你 你不是让我清理大金 又蒙谈清理 挺合适的 又飞了 又飞了 既然这么着急找死 那我要成全你 老婆 放心 真是 大风鞋 给我打断他两条腿 又想老子慢慢扯 来孙女 您怎么来了 跪下 听见我 白孙女让你跪下 小八 我让你跪下 我 跪下来给秦先生道歉 我凭什么给这个垃圾下跪 我让你跪下 白凤参见龙主大人 小八不知道您的身份 还请龙主大人饶太义 林主 您是龙主大人 跪 新疆爱爱的龙主大人 你这帮弟兄喊什么喊了 生怕别人不知道我的身份 秦先生 华国经济弥漫一直掌握在江家手里 秦帮想咬活十万兄弟实在困难 小八也是实在没办法才收了江原子 请秦先生恕罪 求秦先生饶恕小八一次 以后就让小八跟在你身边 任凭差点 说话 秦帮八是在冒犯秦先生 万死难俗 日后 愿当牛做拔 任凭秦先生调遣 起来吧 谢秦先生 江甲明知道青帮士云扶持的地下势力 还敢贿赂收买 我怀疑他们是要有大动静 江甲连上国柱和华国第一世家的身份都不满住 果然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怕他们狗心跳墙 做出什么对您不利的事 怕什么 这么多年未曾出手 区区一个江甲亦敢给予我的龙主宝座 传令下去 行功剪彩如期进行 并且 龙主会亲自 是 各位都知道了吧 明天龙主会亲临剪彩限制 各方都不好准备 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差事 你们什么意思 不用麻烦了 明天的剪彩仪式 由我全取 什么 经过全体总是的同意 我苏思汗 将取代你 称为苏氏集团的总裁 称 你 为什么 王总 赵总 孙总 你们为什么背叛 我要找奶奶 他绝对不会让你这个胡闹 不要赶了 多件事情 就是我的意思 奶奶 姜爷 你们 经过我和苏家主的商议 这次迎接龙主的剪彩仪式 由我们江苏两家 一起去 江少客气了 上次兽宴上 对您的冲撞 确实不是我的本意 这次算是 我们对江家的赔礼当切 奶奶 说 等我明天面见龙主之后 想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还请经少提醒 奶奶 上次兽宴 你还没有开心江家狼子野心吗 我以明天讲解出了问题 招罪龙主 那所有的罪责 就到咱们苏家头上了呀 哄哄哄 有江少 我亲自作证 这次剪彩 一定会让龙主大人满意 苏家主 等明天我面对龙主之后 怕是华国 便要多出一位信 苏家 苏 国座 江少 四花条件 有我江在立马 二十块 哎呀 好好好 老神 感谢江家太爱 小影王不能信仰 中口 上次又不是因为你跟秦峰 倒费了龙主 苏家 早就拿到国座的称号 奶奶 上次又跟秦峰帮忙 咱们早就在江家活动了 你怎么还看不起他的面子呢 苏秦雪 你要是再给公米江上 信不信 我让人现在就把你赶出去 你 奶奶 你再这样下去 索再就完了 苏秦雪 我看也是被秦峰洗了 他能做检材结束 秦峰 还是 秦峰说的对 就是一群目光端权之人 快 你给我滚出去 我们苏家 怎样没你这 我把你笑起床 奶奶 给我滚出去 苏总 请吧 老婆我们回来喽 妈妈我想吃个红薯 我还想吃小笼包 佳佳别着急 妈妈现在就给你做 来佳佳快 先举起手 怎么了 秦峰 我们离开这吧 但是佳佳离开还是 公营龙主的事情 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 因为我知道 你为这件事 付出了多少兴许 难道你不想看看 这件事情的结果 到底如何 我没有能力 改变任何事情 只能看着姜佳一步步做大 苏佳离时殆尽 秦峰 我们带着佳佳离开华国吧 再也不要回来了 秦峰 我说过 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 今天 我就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 让你看看 我到底是什么人 哟哟哟哟哟 林峰 苏青柔 你们两个南省最大的师母 还连到这呢 怎么 改了名字 连老公谁都不预设 是那个 什么冰冰 还真是个被退学的废 连当初的学生会主席 都记不住 不光是学生会主席 还是南大交计划 你 你这个废话 我杀你注意点 我今天心情不好 千万没有 惹你怎么了 一个被赶出林家 一个被苏家抛弃 现在 只不过是两条无人收养的野狗而已 就凭你们两个废物 还敢来参加盈龙烟 好笑 盈龙烟 难道不是龙主大人青 什么烟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东西 当初 隐于月龙门的时候 是何得不错 现在呢 那燕卫星的门 你都进不去 真是可怜啊 哈哈哈哈 今天我若过来 害羞无依的 无人是他 老子作为龙腾酒店的总经理 都不敢口出床言 你个死狗 还敢乱叫 嚣张把扶不迷事 你知不知道 你这总经理的位置 一直看在你爸的面子上 你壮大眼 丹尔 我可如此粗俗 蒋介绍 爸 您怎么来了 今天 是龙主大人历临的 整个男生 谁不想亲眼见见龙主大人的尊敬 丹尔 你现在的龙腾酒店的总经理 你一定要注意影响 不要在龙主大人面前 留下不好的影响 明白吗 是 还是会请抢了周的 你们两个既然来了 就要偏变参加同学会 今天我讲家 也有重要的许事要宣布 怎么 连老师的话都不听啊 老师 他们就搞在了一起 一个勒令退学 一个怀孕退学 简直啊 把蒋教授 把蒋教授的脸给丢尽 都过去了 那 现在这儿这么成材的 我没什么可操心的 是啊是啊 蒋公子年纪轻轻 又当上了龙腾酒店的总经理 等这迎龙宴结束之后啊 这蒋公子 蒋总的身价更是一飞冲天 今天啊 借着龙主大人立敌 我决定跟冰冰定谱 沾一沾龙主大人的喜气 宝贝 这是武克拉的断戒 我可不能让你像某些人一样 接了两次婚 两个塑料借手 宝贝你太好了吧 恭喜家某子 今天啊 你们算是有口福了 这桌价值八百万的酒席 跟主天各大世家的一模一样 八百万 我的天哪 都说啊 这选择大于努力 当年南大的两朵金花 现在看来啊 真是天差地别 看看我们冰冰姐的皮肤多好啊 果然不是能走得到 妈的黄脸婆能比着 蒋教授 我一直以来都以为你会对当年来是心存侧疑 没想到 你却故意让我和清雪出车 我秦方真是看错你 秦方 我亲自请你来参加放着定婚宴 请你选择点击酒席 何来凶你之言呢 你可够的东西 果然是狗咬李东宾不失好人心啊 好 今天你们有一个算 都给我记住 从我和清雪进来以后 你们不是讽刺的朝女 就是谩骂羞辱 甚至连张椅子都没有准备 你们还敢说是好心 秦方 本来我是有机会争取笑着我你的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废 我在在教授的位置上 赶了二十年 真是可惜 你当不上校长是因为你当年收受学生会 私发奖学金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 你胡说八道 当年我在西江 听闻你东床事发 要不是我顾及师生之行派人安于保你 你被拿大开除了 林峰 你一个流放西江废 拿什么保护器 不只是你夫妻 就连你龙腾集团总经理的位置 都是我赐予的 要不然你以为 你这种不学无术的人 怎么执掌龙腾集团 你 你他妈别忘自己脸上贴近了 龙腾酒店是青帮的地盘 我总经理的位置 是青面八亲自胜语的 跟你这个废话有什么关系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是什么人 我清风能赐予的 随时都能收我 喂 青面包 马上给我滚到龙腾集团了 哈哈哈 八哥可是作用十万兄弟的地下皇帝 你一个废物东西 要是能叫来八哥 我当场给你跪下道歉 就是 一个连宴会大厅门都进不来的两个废物 还敢在这口出狂言 竟然猴戏耍不下去了呢 即使这两个废物处理了吧 免得更轻的人看见 影响龙腾大人的心情 好啊 你们两个给我扔出去 蒋发 你好大的胆子 八哥 您怎么来了 八哥 您坐 你问老子 您一个小小的经理 忘记了谁才是主人 都是这个废物刚刚在酒店闹事 我呵斥了他两句 没想到把您给惊动了 我 我正就把他给干出去 请走 您请 谢谢 坐 八哥 你怎么对这个废物如此恭敬 你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蒋发 你已经被开除了 现在 你带着这些人 给我滚出去 八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 我做错什么了 八哥 敢得罪秦先生 让你们滚出去 也是便宜的 再莫混聚 我把你们 全部带回秦邦 好好走 秦美宝 我安排的事情 准备的怎么样了 秦先生吩咐的事情 小八 一定会被充分 秦先生 那我先下去安排 嗯 秦峰 你到底 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秦雪 不管我是什么人 做什么事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和佳佳 当年我欠你的 我一定会加倍补偿给你 这是我秦峰给你的承诺 好 我相信你 只要你秦峰还在 我苏清雪 定不复决 当年我被林家扫地出门 你被苏家改名 也藏身份 我们结过两次婚 居然连一次婚礼 都没有去办过 是我秦峰对不住你 秦峰 所以呢 我要补偿你的第一件事就是 还你一个 划过最盛大的婚礼 真的吗 准备好了吗 你找死的东西 也敢套外龙主宴会 秦峰 你个狗娘养的 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他妈找死你 不要带上我们林家 你们林家早已把我从族谱中出去了 我秦峰行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当初我就不应该只留放你五年 这是个不孝子 我就应该找人把你杀死在西江 父亲 父亲 虎多还不识字 我真没想到 能从你嘴里说出如此恨 你给我闭嘴 赔酒 生不自然 我忠不孝 不仁不义的东西 我 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我在边疆这些年 暗中把林家扶持成海市顶级号门 这就是我的忠效 我远在边疆 年年寄回金帝 越越显心祝福 你可曾回不议 你还敢跟我讲嘴 我秦峰敢摸着字写杨戏书 我欠你们林家一分一力 而你呢 有没有任何一个人 念及血清之情 对我秦峰有个一丝一毫的方式 秦峰 今日龙主立临 这儿是整个华国的中心 你林家里的破事 你陪在这儿过走 对 张少说的对 你带着好清雪 赶紧滚出厌毁 世界的中心 不是非我能够占据的 今天 我秦峰和苏清雪 就是要站在世界的中心 你们能卖我 龙层酒店的宝王都死哪儿去了 这个非我赶紧给我赶出去 什么人 赶不住我龙层酒店 八哥 我并不是针对你们龙层酒店啊 是秦峰这个废物 在您的地盘上捣乱 还请八哥 这个废物给赶出去 要赶秦县 平时 啊 啊 今日 是我江苏两家 在这里举办 龙主大人的立临宴 这个废物 居然敢扯下横幅 要举办他和苏清雪的丁慧宴 我龙层酒店 对整个华国开放 你们两家能定 我和秦先生定不得 老师 这可是龙主大人的立临宴 你青帮 还想得罪龙主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代表龙主大人 这宴会厅是我江苏两家先定下 你青帮 难道先来后到的规矩都忘了吗 可笑 这宴会大厅 秦先生早已定下 你们 还是后来者 不可能 我和你们总经理亲自定下来 蒋放的 让蒋放骨滚出来 我已经让蒋放滚蛋了 今天这宴会厅 就是属于秦先生的 秦宴帮 我说你青帮真是越来越逗风 我让你去收拾秦锋 你不仅没办 反而成了这个废物身边的一条狗 蒋云 那是再者就秦先生不计 谢谢 十万青帮兄弟 他凭你江家 他凭我江家 自从我爹受风上国住之后 江家把你青帮打压的还剩几分水 十万 我看 他是五千都够强 只要白尊者还在 我青帮就是永远的地下皇帝 别骗自己了 白尊者不过只是龙主身边的一个护法 而我江家手握华国一半 如情如众 我相信龙主大人一定可以 这么说 你觉得你们江家 是有左右龙主决定的能力了 是又怎么样 我江家 左手掌握华国一半 右手掌握整个华国最高称号上国住 我江家当然有 不 是只有我江家有资格拥有华国第一的称号 我这天高地好 你们江家拥有的一切 都是以龙殿给你 野龙殿给你 你们可以的话 野龙殿没给你 以江家请 是是 我懒得跟你这种废多废一举口舌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带着苏清雪这个剑也给我滚出叶子 死 死 坐 秦峰 你在干什么 那可是龙主大人为什么 我秦峰 在边江这些 他血足十万精锐都杀不了我 东江海战 三千战戒 都没让我揍过泥土 你想杀我秦峰 你们江家 还不赔 一个废物东西 还不赶紧滚下来 苏清雪 赶紧让这个废物滚下来 等会龙主降临 在座的各位 谁能承受得住他的怒火呀 一个流放犯 被你说的这么清新脱俗 苏清雪 也只有你这种凶大无脑的女人 才会被这张破嘴给变上床 清明吧 你怎么不得上手 你敢灭了这个废物 得罪我们江家 而且 只要秦先生一身立下 我青帽兄弟 都敢灭了你们江家 江家家准战国四大人 江家准战国四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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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军准战国四大人 这可是华国最强的公用兵了 没想到已经被江家给掌控在手里了 你青帽在行 敢跟我手下黑龙军斗手吗 黑龙军又怎样 青帽 没有闹肿 清明吧 回来 不要白白骑士 是 秦家小子 我知道你跟白尊者有些交集 你们是想借着这次龙主引龙夜 搞臭我们江家 还是父亲您看得清楚啊 我就说这个小杂生 他怎么敢跟我动手 你去告诉白尊者 青帽已经是过去 我给你三天时间俯仇成阵 不然 一个青帽就没有必要存在 江别鹤 白尊者可是龙主的贴身 你这样行事 是不是没把龙主负责 我江别鹤心事 还轮不到你这种小人物评价 少了白尊者跟青帽有什么 我手下三万羽林军 难道不能保护龙主大人的安全吗 龙夜龙夜叶驻军 五四大国土 这华国的古大国土居然都到了 他们要是对上 整个华国都要抵战 龙主大人的安全 什么时候轮到你江家超新 这我 你作为东省总督不在自己封地的 来这是什么意思 龙主今天立严此地 我作为五大国主之一 自然 要前来攻影 你们几个国主 未经同意 擅自离开封地 难道就不怕龙主大人怪罪吗 我们此次能前来自然是受到了龙主大人的命令 此次前来受龙主大人之印 为苏小姐送上一份结婚的大 龙主大人给我的礼物 秦选你什么时候认识龙主大人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对啊好妹妹 早知道您认识龙主大人 这银龙业肯定要交给你们办了 我也不认识龙主呀 但是就算给我礼物 也是我跟秦逢的 跟你们苏家无关 苏清雪 你以为你帮上了龙主大人 你就连奶奶都不要我是吧 奶奶永远是我的奶奶 但是苏家知识 与我无关 苏清雪 恭迎龙主的礼物 谨受龙主之令 苏清雪真诚纯善 独立自强 大勇 金国不让须眉之之 可风苏清雪国主之身份 你还不住 岂不是跟阎老江家中一个级别了 妹妹好妹妹 之前都是我的错 只要你愿意重回苏家 我愿意把总裁的位置重新让出来 清雪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吃饭了 今天晚上 我叫上苏家所有的人 一起给你亲和不用 清雪奶奶错了 苏清雪谢过龙主大人 严正华 那么华国工商农界事 分别对应了五位国主 多出了一位是什么意思 按照龙主大人意思 有人授封国主 自然 又有人得罢 那不知是哪位国主的称号会被帮你 龙主大人亲自下令 剥夺江别赫 藏国主之位 江家所有资产 交由苏清雪关 我江家交给苏清 学管理 江家中 全字 这怎么办 江家占据了华国经济的半壁江战 苏清雪一为自杀二为自力 凭什么收获国主 让别赫 你这是要违抗龙主的命令 你是为您加传龙主令 违抗龙主命令 让别赫 龙主本尊就在现场 我得看看 到底是谁 不听龙主大人命令 龙主本尊就在现场 他在哪儿 啊 别瞎看了 我秦峰 就是你们口中的龙主 不可能 你不过是林家的妻子 你怎么可能是赤赏 华国的龙主大人 龙主大人息怒 秦峰这个废物 跟我们林家没有任何关系 你请龙主大人命起来呀 不是真理 执迷不误 你死不回 你们这些人 都已经被全市立 蒙蔽了双坦 龙主代表 华国东国柱 参见龙主 龙业代表 华国南国柱 参见龙主大人 龙业代表 华国北国柱 参见龙主大人 建筑业代表 华国西国柱 参见龙主大人 你真的是龙 江别后 面对本尊 为何 我不信 你个废物 怎么可能是龙主大人 你们 都被这个废物被骗了 骗了 这是你上次去羊殿 请罪的时候 交给我一次 你还不认 想想 微信龙严 尽尽你 你凭什么 剥夺我国中的称号 就算你是龙主大人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江家也不服 江家占据华国半数资产 刻意打压亲帮 江别后 你认不认 江别后 你仗着上国柱的势力压人 劈迫其余四位国柱 转让资产 你可认 跟苏家争夺行功效 违抗龙主命 你见他 你最严 江别后 你认不 哈哈哈哈 成王白狗 这本就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事情 我将家提待机 为什么要臣服在你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龙主手下 这么说 你一直对我的引龙殿有意习 是有什么 黑龙君 在 你清风以为某头小子能够掌握引龙殿 你将这话有何场 你这是要反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冒着得罪引龙殿 也要拿下这四引龙殿的主办权吗 知道 你要杀 你就不怕我的引龙君 踏平将 闭出来 早就背着停着各地的引龙君 现在 所有的引龙君都在住地 根本没机会派人过来 能让你将别鹤打探到引龙君的形式 那我引龙君天下五弟的称号 送给你好了 别装了 龙主 秦风 你死去盗 黑龙君 听命 在场众人 一个不留 给我杀 你们没听见吧 我让你们动手 黑龙君 把江家叛徒给我抓紧 把江家叛徒给我抓紧 你们干什么 你们不是我江家什么 江家人 过来让他看看 你到底是谁 白鹤 怎么是你 怎么是你 我的黑龙君 你的小把戏完全在龙主大人的预料中 你花了大价钱买通三万的黑龙君 早已被流放西江 用你对抗血族了 秦风 龙主大人 我错了 你找我一次一次 我愿意把我将家所有事项奉献给你 你还真是能是你去 无见观赏的路 我 我 别走 龙主大人 我说你龙主大人 饶命啊 龙主大人 老压你个欺负 你居然骂我这么久 老老老老老老老 我错了 这么多人都在 你好歹给我点面子 你怎么说也是个龙主吗 是不是 不行啊 这些事情 你必须得好好解释 行不然 我找不了你 解释可以 但是今天是咱们的婚礼 能不能举办完婚礼仪式以后再说 那你霹雳 你堂堂龙主大人 霹雳少了 我可同意 霹雳马上就到 爸爸妈妈 家家 小公主 这个就是我的霹雳 你的嫁妆呢 家家就是我的嫁妆 awa 小公主 优优独播剧场—— Elk